個人突破,射門被鋼筋接緊 聶高巴今場非常活躍,以下射中柱 五分鐘後,中國有機會 吳成英左路出球,楊臣控定一籌 被卡連尼捉到路 接著在完半場前五分鐘 烏拉桂的艾保入攝得手 但龐征就出了越位在先 慢鏡看,很清楚艾保沒有越位 他自然就很怒氣 半場中國和烏拉桂打成零,比零 換變後,雙方會入多位後備球員上陣 但烏拉桂仍然採取主動 還在下半場的二十九分鐘 由艾保打開紀錄 八分鐘之後,中國有了黃金機會 曲波射門,卡連尼緊緊插出界 落後一球說中國隊積極反撲 李明是看到定傳中 邵俊志門前竟然炒高 接著不夠三十秒,烏拉桂打突擊 又是艾保個人金場連下兩成 最後中國隊二零比二輸給烏拉桂 中學隊下一場的熱身賽 就會在未來星期日 在上海迎戰荷蘭的燕豪分 亞洲電視記者張志豪報道 請問他們在下半場 請問他們在下半場